愿也有三种 第二种求菩提愿 为自求佛苦 我们今天求菩提愿 就是求往生愿 往生就正菩提 往生就成佛苦 这个是 在现前社会 男女老少过行过夜 平复贵贱 闲语不消 人人都有份 因为求往生愿 条件很简单 真正相信有 极乐世界 真正相信有 阿弥陀佛 这就是 圆满的菩提心 发菩提心 真正肯念这一句佛号 知道这一句佛号 无量功德之所成就 念这一句佛号 诚心诚意去念 这一句佛号就拘出一切功德 哪一个人不想断无修善 极功雷德 断大悟 修大善 极大功雷大德 什么方法最好 念阿弥陀佛 念阿弥陀佛最好 很多人不知道 用清净心 真诚心 慈悲心 念这句佛号 就是灭大悟 修大德 极大功雷 像经上所说的 无量无边的功德了 极功雷德 第二呢 利要他云 为救度一切种子 你要知道 尽头这么殊胜 有这么多的好处 你能把这个东西 介绍给别人 他接受了 你就读了他 这个方文 男性之方 从哪里入门呢 从金教入门 金教里头 最殊胜 最方便 最究竟的 无过于 无量寿箭 无量寿箭 是极乐世界的 说明书啊 极乐世界 最好的 一部导览 引导你去 观光旅游 你把它搞清楚 搞明白了 你就很想去 如果 经看不通 看住起 听 讲起 有耐心的听 一遍一遍的听 听上个十遍八遍 自然就通了 离世通达 你的心心建立了 运行建立了 那个佛号就灵了 相应了 一遍相应 一遍佛 念念相应 念念佛 阿弥陀佛